大家好 我是福瑤 歡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謎》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戰爭 對於戰爭 中國的古人有著很深的洞見 中華十大兵術之一的孫子兵法就曾經說過 上兵伐謀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也就是說 最高明的戰爭是用謀略取勝的 不費一兵一卒 而其次是用外交手段 再次是用武力擊敗敵兵 最後的是攻城 而武力戰爭一旦開打 各種不確定的因素就都會影響到最終的戰爭結果了 在古今中外 都有一些勝負完全出人意料的戰爭 就彷彿是冥冥之中有一雙神手 在關鍵時刻扭轉乾坤 發生在2000年前 王莽篡汗之後的昆陽之戰 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士之一 而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兩兵對陣 兵力相差 最為懸殊的戰爭之一 一方是王莽建立的新朝主力大軍 主帥王毅帶兵42萬 其中還有一個叫巨無霸的能人 這個人 我們之前介紹過 史書記載說 他是一個巨人 身高2米3左右 他還能驅動虎 豹 豹 西 象之類的猛獸來參與作戰 後漢書《光武帝記》上記載說 這樣一支大軍是自秦漢出世之聖 未嘗有野 而另一方則是以劉秀等人 率領的綠林軍 兵力只有一萬八千人 其實剛開戰的時候只有一萬人 另外那八千人是援軍 王毅開始帶著大軍浩浩蕩蕩地前往南陽郡 平定叛亂 途中他們路過了昆陽這個地方 一看這地方 城小 兵少 容易得手 於是他們就決定先把這個地方拿下 當時駐守昆陽的綠林軍一看這陣勢 人們都慌了神 準備收拾包袱 各自逃命算了 這時候 太常騙將軍 也就是將軍的輔佐 劉秀 挺身而出 他勸大家說 大家先別慌 咱們這個時候如果齊心協力 共同抵抗的話 說不定還會有取勝的可能 可是如果大家在這個時候分散了 撤退了 那麼等到敵人之後殺到我們這兒了 大家可就是難以保全自身了呀 大家聽了之後思前想後 覺得劉秀說的確實有道理 於是呢 大家決定還是一起堅守昆陽 並由劉秀等人十幾個突圍出城去尋找救兵 話說別看這昆陽城雖然小 但卻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地方 王毅大軍想了好多個攻城的辦法 但是始終無法突破這座城池 然而幾天之後 劉秀那邊有了動靜 他找來了一些援軍 可是這援軍也只有區區幾千人 再說了 先趕回來的先鋒更是只有一千人 看這個景象 其實劉秀心裡也是沒底 但是為了鼓舞士氣 劉秀就帶著這先來的一千人 去衝擊敵軍的大營了 王毅一看 你這才多少人呢 所以他相當輕敵 隨便派出了幾千人出來應戰 可是卻被劉秀這幫人給打敗了 劉秀乘勝追擊 昆陽城裡的士兵遠遠一看 哎呀 援兵到了 於是他們也趕緊衝了出來 到城外來夾擊敵人了 就在這個時候 正當雙方激戰的時候 一場暴雨突然而至 一時間電閃雷鳴 大雨如注 咱們剛才提到的那一位巨無霸 他飼養了那些猛獸啊 老虎啊 豹子啊 犀牛啊 大象啊 這些猛獸都慌了 他們哪裡見過這樣驚天動地的場面 一個個的不聽指揮就開始亂跑亂窜 結果呢 就是因為這場暴雨 王毅率領的軍士族 有掉進水裡淹死的 也有被猛獸咬死的 踩死的 他們互相殘殺 践踏而死的可謂是不計其數 最終 王毅一方在逃回都城洛陽的時候 數十萬的大軍只剩下幾千人 而劉秀也因為這一戰建立了威望 為後來成為東漢開國皇帝奠定了基礎 不得不說 要不是這一場即時的暴雨 歷史的軌跡估計就不是這樣了 而另一場讓後人覺得天意難為的戰役 就要數靜難之役了 期間幾次重大的戰役都有風波駐鎮 首先呢 咱們來說一說白溝河之戰 公元1400年4月 明朝建文帝遣大將軍李錦龍 率軍60萬人 號稱是百萬大軍 勁抵白溝河 攻打燕王朱棣的公敵所在地北平 而朱棣這一邊則是以十萬馬步軍應戰 首次交戰 燕王的軍隊在蘇家橋遭遇了 建文帝軍隊先鋒官平安的伏擊 燕王的軍隊死傷慘重 不得不引軍而退 第二天 朱棣親自率軍渡河求戰 交戰的時候 平安再度發力 帶軍擊潰了由房坤統帥的燕軍後裔 而朱棣這一邊先鋒幾次重鋒都沒有斬獲 於是朱棣又率精銳幾千人 冒著劍雨突入陣中 然而建文帝大將李錦龍突然揮師 繞到了燕軍後邊 實施前後夾擊 此時這個鎮事對於朱棣這一邊來說非常不利 於是為了逃脫夾擊 他連換了三匹馬 而劍囊中的劍也早已經射光了 只能是靠揮舞著寶劍作戰 眼看著朱棣就要被俘了 靜難之意也就要完結了 突然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暗明史》記載說 會旋風起 折景龍旗 王城風縱火奮機 斬首數萬 逆死者十餘萬人 就是說 就在這時候 一陣旋風平地而起 說是遲那時快 這風碰巧就把李錦龍的將旗給折斷了 大家知道 這可是大凶之兆啊 李錦龍的士兵一看 頓時軍心煥散 此時的朱棣抓住機會 乘機縱火 發起了猛攻 劍文帝軍隊隨之潰散 死傷無數 朱棣也藉此旋風 以少勝多 扭轉了局勢 轉手為攻 如果說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次 我們可以說他是巧合 但是 上天似乎就是要證明他支持朱棣 所以在轉年三月 又發了兩次威 當時 朱棣率領的燕軍與劍文帝的大將聖雍 站於嘉河一帶 第一天的局勢對於燕軍來說十分不利 燕軍的將軍 譚冤 戰死沙場 第二天 朱棣整軍在戰 雙風從早上打到中午 就是分不出個勝負 恰恰就是在這個時候 天空中掛起了一陣東北風 這風實在太大了 兩軍近在咫尺 卻看不清對方 燕軍又一次乘風大呼進擊 聖雍軍大敗 退保真定 又過了幾天 兩軍又在港城相遇 聖雍大軍是在西南方向列陣 燕軍是從四面攻擊 朱棣又率精銳攻擊東北角 這時風神又來幫忙了 史書稱 會大風起 發屋拔樹 燕軍成之 於是聖雍大軍兵敗如山倒 朱棣乘勝追擊 斬首六萬余擊 朱棣的燕軍在白溝河 嘉河和稿城三場大戰中 皆得豐柱 連他自己都深感慶幸 他認為說 此天獸 非人力也 說起來 明朝還發生過一場令人哭笑不得的戰爭 明武宗朱厚照偷偷出宮 抵達了邊關 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 和蒙古人打了一仗 然而 本來對於軍事一窍不通的朱厚照竟然還給打贏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根據明武宗十路記載說 正德十二年八月 尚夫夜出德聖門 驅居庸 就是說 堂堂的一個皇帝 居然是趁著夜色偷偷溜出宮去 跑到了邊防 去重鎮宣服那個地方了 大同總兵王勳突然收到一封信 大意是讓他忠於職守 好好練兵 不要辜負皇上對他的信任 落款是誰呢 《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這封信讓王勳看得是一頭霧水 自己圍官多年 從來不知道原來兵部居然還有這麼一個官職 再說了 這是誰的信呢 直到皇上諸厚照亮出身份 他才知道 哎呀 原來是皇上來了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有情報說 蒙古搭搭部落的小王子 柏炎蒙可率軍來犯 兵力雄厚得有五萬人之多 這可急壞了王勳 為什麼呢 大家想啊 沒有任何的通知 突然皇帝就來了 可巧 蒙古小王子柏炎蒙可也是不打成招呼 就帶著五萬兵力過來了 而自己的守軍也就兩萬人 這也就算了 只要皇帝趕緊回京避險 自己留在這裡死守 就算是馬個果師 也算是盡了臣子的本分吧 可是呢 這皇帝就是不肯走 不肯走也就罷了 趕緊嚴鎮一帶 嚴防死守吧 可是皇帝又說話了 說人家太祖 成祖那麼英勇 自己身上流著他們的血 應該也是很有軍事才能的 守什麼呀 給我進攻 這軍命難為呀 王勳這邊只好帶兵出擊 並且皇帝還真的親自指揮了 這明軍的戰術確實和以往有所不同 這把酒精沙場的蒙古小王子搞暈了 他覺得 明軍要麼是兵力遠遠多於自己 要麼他們是附近有援兵 不然的話 這仗不會這麼玩命打 這麼一想 小王子倒是有些膽怯了 打得是縮手縮腳的 到了第二天 剛列好陣勢 天上突然就下起了超級大霧 大到五米之外都看不見人 第三天還是大霧 終於等到這一天 雲開霧散了 蒙古小王子才發現 明軍早已經乘機溜回城裡去了 小王子失去了耐心 下令攻城 可是他們還沒有打到城下 明軍居然又打開城門衝了出來 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原來附近的明軍已經接到了皇帝的調令 過來增援了 最後 諸侯照也是到戰場 身陷士卒 奮力殺敵 首任一人 全軍上下齊心 最終成功擊退了蒙古小王子 這說起來 要是沒有大霧幫忙 為明軍贏得了時間 最後的結果如何 還真的是說不定呢 其實 不僅僅是中國古代 現在的西方戰爭中 也曾經出現過這種堪稱奇蹟的戰役 最著名的莫過於巴頓將軍所經歷的 亞爾丁突文戰 1944年冬天 是二戰時期美軍的一段最為難熬的日子 雖然說 納粹德國已經逐漸走向潰敗 但是 這時候的美軍 正面臨著歐洲大陸 數十年以來最艱難的寒冬 他們每前進一步 都很艱難 12月 希特勒被囚最後一搏 集結30個師 發動了突出步之意 駐守交通要地的美軍101空降師 在法國的巴斯藤被德軍包圍 危在旦夕 於是 巴頓將軍率領第三軍團急行軍 趕赴巴斯藤 解救101空降師 當時 巴斯藤地區一直被大霧和大雪籠罩著 盟軍根本無法提供任何空中的火力支援 眼看著軍情緊急 巴頓將軍求助於神 他要求隨軍的牧師奧尼爾 寫出一篇祈禱文 陛下令將祈禱文製作成卡片 發給全體25萬官兵 所有人人手一張卡片 上面寫著後世著名的巴頓祈禱文 全能慈悲的天父 我們謙卑地恳求您 節制這惡劣的天氣 賜予我們戰鬥所需要的好天氣 請您開恩 傾聽我們這些軍人的呼喚 以您的神力 助我們不斷取得勝利 粉碎邪惡敵人的壓制 在人間與諸國 為您伸張正義 巴頓要求全體官兵在關鍵時刻專心祈禱 他說 我們必須一起來仰望神 全力尋求主的幫助 可是 在第三軍團出發的前一夜 依然是大雪紛飛 巴頓將軍謙卑地跪在街頭 獨自向上帝祈禱 他最後說 主啊 我向來不是一個不講道理的人 我也不是向您網求 我甚至也不苛求神技 我全部的要求只是四天的晴天 天亮時 奇蹟發生了 雪停了 接下來的六天都是陽光明媚的晴天 於是 第三軍團順利北上 解救了被困在巴斯腾地區的101空降師 巴頓的祈禱也成為了冥滿天下的神蹟 戰後 媒體不斷報導稱讚巴頓的英勇 不過 巴頓並沒有探天之功 他說 這是神幫助我完成了使命 我個人微不足道 好了 今天戰爭中的奇蹟就和大家分享到這 希望我們在亂世之中都能得到神的護友 魏杰之名 我是扶搖 我們下次見 大家好 我是扶搖 謝謝大家一直收看到最後 謝謝您的支持 如果您覺得我們這個節目有意思的話 不要忘記點贊 訂閱 在訂閱之後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這樣您才不會錯過我們節目的通知 點贊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您做的每一步對於我們的節目都會很有幫助 我們下次節目見啦